你好 欢迎收看4月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萧家惠 首先带你来看到本土疫情挡不住 确诊人数持续扩大 指挥中心7号下午2点记者会中宣布 本土新增328例确诊 其中花莲一口气暴增16例 也是创下4月疫情爆发以来单日确诊新高 花莲现在7号一口气新增了16例确诊案例 足迹片部 各式餐厅 多家超商 百货 集交会等等 而其中有一例是外线市确诊 但户籍是在花莲 其余的15人主要都是由案24686 从奥斯卡美食餐厅扩散开来 那整体来讲呢 我们在花莲的总共15个个案 15个个案 那一共跨列了174个居家隔离者 那自主经济管理的是155位 那我们总论来讲 只有一个跟慈激医院的急诊室是有相关性的 所以慈激医院的急诊室目前来讲 应该都在收敛中了 那我想未来再有新的个案的几率是非常非常低 那现在唯一要注意的仍然就是我们的奥斯卡这个餐厅 他所延伸出去的案子 从我们这张这个群聚关系就知道 现在不仅在奥斯卡餐厅的那一圈进去的顾客 那有被感染之外 已经开始有外溢的现象 尤其是25184 已经外溢出5个个案了 那我想我们还是会持续的追踪 持续的匡列 希望把这个外溢的现象能够被警缩回来 那我们让这个个案都能够在适当的控制下 让我们的疫情不要再持续的往外扩散出去 本土疫情挡不住 确诊人数持续扩大 花莲县政府也针对即将到来的全中运 做出防疫配套 因为现在疫情日期升高 所以我们滚动修正 所有的赛事都踩闭门上 也就是说不开放观众进场观赛 有关我们研定 4月16号在东大门夜市那里 举办的选手之夜 也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就延期合并到7月的 夏令嘉年华会来合并来举办 卫生局长朱家祥也表示 Omicron轻震的比率高 但目前看到的确诊只是冰山翼角 防疫要做好的话 最重要的还是要落实接种疫苗 Omicron它这样的一个轻症 或是无症状 基本上还是针对于所谓的 打完疫苗 或是我们的年轻的人 对于老年人 未必它这个是一个轻症 或是无症状 它可能重度的比例就会增加了 所以在这边再次的呼吁 所有的老人家 请走出来接受疫苗接种 所有的孩子们 请你带你的老人家 出来做疫苗接种 我想这样子才会维护 你老人家的生命的安全 周休二日就怕诊所休息 华联县卫生局也特别在 华联火车站设立新冠疫苗接种站 4月的每个礼拜6日 下午2点到晚上8点 只要是年满18岁以上的民众 都可以带着健保卡 身份证及小黄卡 到场踊跃接种疫苗 记者徐立芹 华联市报导 观看 还有